不要来,不要来我啊 我要好痛 中国,女子直播卫博眼球 活吃章鱼抓破脸 近日,一段视频流传在社交媒体推特 观看数量已经有150万人次 视频显示 一名在中国社交媒体快手平台直播的女视频博主 准备为观众表演活吃章鱼 正当她要张嘴时 没想到章鱼的吸盘 牢牢吸住了这名女子的脸颊 惊慌下,视频博主抓住章鱼 想将其从自己脸上扯下 章鱼更加大力反抗 甚至把这名女子的脸扯到变形 章鱼的触角不断想要吸住女子的脸 整个过程大约持续了一分钟 章鱼最终被这名女子拔了下来 但是自己的脸也破了像 这段视频最早是在这名视频博主直播时流出的 也有留言怀疑影片的真实性 认为这名女子是为了博眼球 而也有网友质疑 为何要冒险做这样的举动 天下卫视记者徐英报道 天下卫视记者徐英报道 又会的漂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